这个人在外网应该有点体谅 还算了演员兔子太专业了 太专业了 你能接这种馆子就会有点体谅才能接到这种馆子了 还要进我野区吗 没开恶度 真要进我野区呗 饭吧也是女警吗 不是你能来为什么就非得去吃钩子呢 我就搞不懂了 直接走不行吗 我都不在野区呆着 直接走就好了呀 这火南 去 上面去开了好像 这卡牌直接上线的 他单开去了 他单开是一般打F6的 那他这个路线肯定要抓上 因为他上当是个卡牌 比较好配合 给上路拼一下 给上路拼一下 这铁拿鸭线不走就死了 火南去了他就寄了 大路先死 给奶妈生饿了 弄这个垂直 直接上了 不然下路要升三了 等下 冰线进塔太慢了 别以后弄了 两段 冰有点多 搞不了 没去上吗 也有可能是偷我们蓝去了 刀妹没来弄他 看来一下刀妹还在中呢 看来一下刀妹还在中呢 果然没闪了 这红就别打了 没承接打的有点慢了 他上半区也刷了 下半区被我们刷了 他应该还是要回上半区 如果他有意识的话 因为他F6开的话第二轮也四分钟左右就会刷了 直接闭吧 这把对面脆皮很多啊 感觉不需要亵渎 直接 杀人剑嘛 主要这野区里面打火男前前没压力啊 这火男他不会玩的 他不会上刷野路线 他不是老打野这个人 你看三百大破王那时又比他强多了 兄弟姐妹们 和我并肩作战吧 他把他所有他起 结巴会算路线的 好像要进我野区还不走 左边带一下 一球起来 他再A一下 他不减速 再A他减速 下半区也刷了 他应该再刷他蓝区的野 我们把他昏区的野反了 只要先出小刀伤害比较高 如果你能一定杀杀对面打得过的情况下 先杀了剑也可以 只是有很多的时候你不好杀对面 所以就一定要那个亵渎的伤害 直接B一波 5分半刚好从家从下往上刷 接着可以来反他红 他是红开的 这个时间很好 上面有迅捷蟹在这潮头他应该不会打 他要B了 OK 跟我的预测一样 等他B了出来这迅捷蟹视野就到了 但是我们那边还有一个针眼在 我们升6级去反他 他应该要来吃这个虫然后去打红 他红也快刷了 直接去超红逮他 他如果来的话是从上面这个位置来的 去下了 下班区没东西呀 你去下 但是我是在他蓝开的 他蓝Buff也快刷了 我要切换成他的思维呀 我不能用正常人的想法去算他 这倒霉被动掉了 这不可以弄他 直接伤害打完 但他减少吃不了多少伤害 他没开W 就把技能全给了 他开W 二就捏一下 游戏没打蓝刷了看一下 逮到他就死了 我先直接在EQ 空中升一级Q伤害更高 跟他走就好了 再Q一下 他没闪现跑不了 再吃个蟹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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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我没味的脆皮就比较简单一点 直接杀蟹回家了 直接杀蟹剑 直接杀蟹剑 接着去找他 我游戏跟算命似的 这就是玩 打野的乐趣啊 打野之间的博弈就跟你在下棋呀 你要下他 下一步该做什么 提前想好 逗脑子才不会变笨 看到他们 站小时候在这边 让他Q晕不了我们 AQ A2死了 我拉扯一下 有杀人剑在 攻击力很高 不怕怕 刀妹好像也来了 赶紧溜 这波细节拉满 刚才如果要是被他Q晕住就死了 没跟你说话 别这么说啦 他都被打的 他要先出兵杖了 他是董康压的 原本要 先出火炬面具的 他灰烬都买了 他改装备了 出兵杖会死的慢一点 我们有R在 等他过来 我听到脚步声了 让我找回他 去上了吧 一位三 双杀 来嘛 来口 加血 OK 一位三 双杀 他打了F60 后来还在 看他打不打 来了 老地 你看我就是提前预判到他 我接下来会干什么 一定要提前想好 一拉过来 一拉过来 等他牌丢了 他什么移锁 两速血 加一个加速装备 不好搞他 他移锁太快了 然后再把他的 看看他 不要ramos 一 confer 我们能不能保护 否认 我们能保护 您行 保护 其实杀人剑买了抓下路也挺好的 下路双轮路叠得比较快 这火能还没走 预判一下 早沒算了 這東西賴皮狗 留個成績殺的輪子媽一定要有塵破他盾就好 看他還帶不帶 應該是會帶的 你這麼穩 這一點都不貪 直接串中塔然後去下路 不知道你在 先分卡蛋了 再殺這個火呢 野怪我要人我也要我全都要 可曾見過先分殺人數 今天你們見到了 看看卡牌 1-5 給女警蹭個助攻 給女警蹭個助攻 等一些加圓弧 OK無敵了 感覺我這把一次都不會死 怎麼想死一次這麼難呢 啊 誰是這麼難嗎 當沒沒送飛機的很久沒飛機競猜了 來個飛機競猜怎麼樣 這把只要死了 送飛機送一架退兩架 限時一分鐘現在遊戲時間18分20秒 好啊 這遊戲時間19分20秒 錢送的都算啊 移人的都算是 猜猜 差點知道問題了 一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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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最后30秒 看来他们直播间全是胆小姑啊 就在今天 我有惩戒在可以秒他他在塔下看好别眨眼 这轮子妈好像在打字啊 沙兰红尘中脱伤白了脸 先Q下中间 再减速卸读A一场 铁头 我才知道了 的是是长孙子 是 所有人没打就走了 太稳健了呀 你敢违抗我的事 兄弟姐妹们 卵子妈那好久没见到她了 他妈也不打 刚说没见到她 双buff 原来你在这呀 他藏在草里面等线过来 只能说 来的走不如来的巧 怂了半天还是得死 他跟他在草里面 缠着等兵线似的 假装走了 他也扫到我了 我看到他那个动向就不对 他想杀我 为什么想杀我呢 肯定是知道我们在 而且他队友肯定是来了 只要这个刀妹 这东西很赖皮的 我不要看他装备 怕他能反杀你 打字 赶紧打字 不是这也能挡吗 我奥的 打到他一瞬间 我才给逞了 他这个人开盾 有点脚 前面躺下那一波 也被他挡了 这个轮子妈挡盾 有点奇怪这个人 不知道他是炸狐 还是怎么样 我二落点跟陈杰 是一起给的 但是我连续两波 大都被他吃掉了 这个人挡得有点奇怪 再试一次来 试不过三 不会的 我以前很少被挡过的 你只要落地的那一瞬间给逞 他这时候开盾 一定会先被你惩戒破掉 这样的话 你二落伤害就能打到他 再试一次来 对 他那个国父不是上线 那个作弊系统了吗 我都没碰到过 那就代表我们国父玩家 还是很有素质的 没有人开脚本 我那个检测都没碰到过 应该没有 想象一个给他挑起来 可能是炸狐吧 垂直就是比较可恶 正面环子 EQ太好反应过来了 随便给个钟摆就给我们打动了 是不是实在是神秘 可以 它是平常来 一个 所有人就是存在 我们的 有一天 有人 那 有 我 你看 那 要 有 我的 要 谢谢17solo送的炫彩飞机谢谢 出个坟天可以一刀斩 坟天就是无尽而且他还是隐没刀因为我们有水银鞋有血量还有恢复还有冷却 这第一刀暴击我们高窗家派对面很痛所以他又是隐没刀又是无尽 他不过没打断大虎 来个五杀王管王管来一下赶紧 他有闪现呢半天没给那就是没闪 对而且满血的时候A的那一下还可以提升你的血量上限还是银血剑 等于多了一个盾那样的 王管不在吗今天 27solo完美收尾 这游戏好没意思呀 这一个刷6的也没有一点正反馈都没有 这队友跟个死人呀 这玩得这么C玩得这么秀了 但他们一点正反馈都没有 玩得没劲儿 这就是现在的联盟 大幕有刷6的原来大幕才是我的队友啊 这6没有消失只是转移了 我就大幕刷个6点个关注吧 好 你好 roller 富高 高 老闸 大 我们